《北》 北字的甲骨文做这样的写法 图形的左方是个人字 图形的右方也是个人字 从整个图形来看 是两个人背对背 所以这个北字就是违背的背字的出文 而背字呢 则是北字后来增加的字 北字的原意就是违背别意 对书分类属于极形建议的会议字 我们从这个图形的结构 就可以看出文字的含义 北字的词性属于动词 经文和小传中的北字字形都没有变化 只是美化图形而已 北字在实际应用上 古代的典籍中仍然保存了原意 例如书经顺点记载 分背三苗 就是说把三苗之名分开 这儿的北字就是取原意来使用的 另外北字也可以引申做动词用 意思是败退败走 例如荀子义兵篇中说到 日敌处战则必北 是说异国的领导人 如果不以礼义忠信来对待百姓 那么遇到敌寇交战时 必定败退逃走 北字还可以假借做方位的名称 例如北方 这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字译 到了今天假借义流行 而北字的本意反倒是逐渐消失了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